我和妻子原来是大学同学 她是一个很安静的女孩 虽然我们是同班同学 但却很少说话 只有在班级举办的一些课外活动时 我们才会在一起聊天 大学期间一直没有谈恋爱 每次看到她的时候 心里就感觉很温暖 现在回想起来 那也许就是我的爱情吧 大学生活结束后 我们各自去了不同的尝试 各自做着不同的工作 一直以来都没有联系过对方 直到那次同学聚会 我对她有了更多的好感 也就是在那次聚会结束后 我们两个人走到了一起 我们在一起两个月后 双方家长都赞同 于是我们便结婚了 婚后 她把家打理得有声有色 而且爸妈也非常喜欢她 每次亲戚来家里做客 她总是能很好的招待他们 我在他们面前也经常的赞美我的老婆 时间一晃 八年就这样过去了 家里很整洁 孩子很聪明 老人也很健康 但这心里面总是感觉空空的 就像是一觉醒来 发现自己被扔在荒郊野外的感觉 有一种莫名的孤独感 零二 有一次和兄弟去酒吧喝酒 那天心情本来就有点沉闷 酒喝得有点多 当时也不记得是怎么进得房间 第二天醒来的时候 发现床上躺着一个女人 我当时就愣住了 有种内疚感在心里搅动 回到家以后 我发现老婆已经把早餐 做好正在等我一起吃饭 当我看到老婆那张没有表情的脸时 我又回想起昨天晚上的情景 想起那个笑着给我倒酒的女人 老婆可能是发现了什么 她拒绝和我睡在一张床上 我也更嚣张了 每天晚上都去酒吧 只有清晨才会回家 有一天早晨 我刚回到家 就听到一阵敲门声 原来是那个酒吧女人 把外套给我送来 临走前还对我讲 谢谢昨天晚上你给我讲的故事 当时正在吃饭的老婆放下碗筷 转身去了卧室 我知道这下闯大祸了 想着该怎么弥补才让老婆原谅呢 没想到 第二天早上醒来 老婆就带着自己的行李离开了 没有留下任何信息和纸条 变化也打不通 她的好朋友也不知道她在什么地方 人总是这样 总是在失去后才懂得珍贵 而在一段感情里 女人的深情总会会换来男人的薄情 终于明白一个道理 没有和妻子走到最后的 男人真的没有资格谈爱 03老婆走后 我和那个酒吧女断了关系 一个人带着孩子 送孩子上学 被孩子辅导作业 一个爸爸总是代替不了妈妈的角色 孩子经常会哭着和我要妈妈 那种难受的滋味很难形容 后来 我决定要把妻子找回来 重新和她和好 整整忙了一个月 我才打听到她住的地方 我带着孩子一起去找她 给她写了保证书 还带去了一束111朵玫瑰花 见到她后 我重新和她求婚 最后还是在孩子的帮助下 她回到了我们原来的家 当妻子回家后 我渐渐发现 妻子是那么的漂亮 那么有魅力 原来为什么没有发现呢 男人们啊 妻子才是最好的情人 愿意帮你做饭 带孩子 照顾家 外面的都是人情 只早是要换回去的 加入微信公众号 其西集 我们一起探讨绝的文章 写得好 动动 小手转发一下 好文章 和大家一起分享 看完文章 还可以天天领红包 支付宝 狂发红包 余额宝红包领不完支付 保余额宝红包大放量 打开支付宝首页输入 补义3184万3166 先领支付宝红包 再领余额宝消费红包 现在一般都是直接随机余额宝消费红包了 新用户金额更大 有人问我为什么领不到大额余额宝红包 那我告诉你 你如果是老用户 那么你的红包金额不会太大 如果你是新用户 低于五元的很小 还有一个原因 领到红包不消费使用掉 领了就要及时的消费使用掉 方可再领红包 支付宝红包怎么领 支付宝红包口令在哪 余额宝红包怎么使用 反正我身边的朋友都在用我推荐的数字码 他们领到的金额都很大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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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